电视剧《三生三世》整上书正在热播 剧中白凤九与东华帝君的感情纠葛与夜华白浅相比 其虐恋程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凤九与东华的三世情云中 在经历过凤九暗恋然后东华爱而不得 再到最后的凤九误会东华跟姬恒 之后带着儿子白滚滚 也是度过了一段没有帝君的日子 在追剧的时候不少观众们都会好奇 凤九是在什么时候怀上白滚滚的呢 在剧中第一次提到凤九怀孕的时候 是在凤九被魔族聘取皮毛之后 化身小狐狸帮助帝君打怪的时候 当时姬恒凤九东华都被困在一块 凤九当时化身小狐狸 在地上闷闷不乐的样子被帝君打去说是怀孕了 但其实那次凤九并没有怀孕 在之后四命的话中也可得知 凤九是被帝君给骗了 在之后凤九就跟着帝君到了凡间去历劫 凤九在一次于夜天骑喝酒后回到住处时 因为踩到一条蛇而惊慌失措地撞到了宋玄人 两人意味之间一起掉到了水里 在两人浮出水面的时候 凤九竖发的发簪脱落在水中 眉间的凤与花胎记也显现出来了 如出水浮容般娇美 宋玄人对凤九一见钟情 想要抓住凤九的时候却找不到了 直到凤九最后主动亮出女儿身的身份 凤九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宋玄人的妃子 九夫人 在凡间凤九也是首次师身于帝君 但其实在第二世宋玄人与小九只能感情中 凤九并没有怀上白滚滚 那么凤九到底是什么时候怀上白滚滚的呢 在第三世的时候 在凡英谷中的《阿兰忍梦》中 东华帝君与凤九原皇 就是在这个时候凤九怀上了东华的儿子 只不过正当两人准备结婚的时候 姬衡的出现破坏了两人的婚事 凤九以为东华和姬衡纠缠不清 他愤怒之下去了凡间生活 最后好不容易通过诊上书得知真相 在东华大战摩存时 与帝君一同抗敌 再加上旧凤九重伤与消失 凤九痛哭着不知如何是好 以准备跟帝君一起消失 先好白浅夜华夫妇及时赶到 救下了两人 也成全了二人的美好姻缘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本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哦